是何君堯法律界人士律師 跟很多人說他跟西環有密切關係 最近非常勇撲出來 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很重要任務 就是針對大耀廷 昨天在天馬公園搞了隔離大耀廷立喊大會 他們聲稱有4000人參加 警方說2500人 在場記者看得到當然沒有這個數 採訪了不少參與者 那些阿蕾、婆婆、公公 被採訪、被訪問的很多都不知道他做什麼 以為反港獨 其實對大耀廷是誰 這個不要緊 大家會留意到台上說什麼 有什麼人在這裡 有屈小姐、屈榮妍 就說戴耀廷就像屋邨的圓水 那些水管 灌輸的人喝圓水 所以要隔離他要換水管 將年輕人 年輕人有不同的意見 甚至主張港獨 全部賴 賴 老師 這就是很典型的 將問題去簡化 我們不說他 都浪費時間 另外 大家很熟悉的 鄉親曾樹和 當然有主角 何君堯 曾樹和就是屯門鄉市委員會主席 很厲害 在新界裏面 很有力量 在台上喊 搞港獨者要殺 何君堯就附和 說了兩次 殺 然後無射 人家問何君堯 就問 你可以這樣說 何君堯在台上 你知道 熱情高漲情緒高漲 一邊說殺這邊說無射 一時衝動 然後 記者結束了會就圍著他 問他殺無射是什麼 他很冷靜地回應 他說 如果搞港獨的人 將整個國家 命運顛覆 要令到香港和祖國十三色人付出龐大的代價 這些人 不殺了他做什麼呢 然後又說 看看殺什麼 殺豬殺狗就不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殺無四是什麼 疾惡如仇 只記者 不要斷章取義 首先 殺人當然不跟殺豬殺狗 你說人是豬 或者是狗 這個就是你的比喻 但問題就是 在香港法律下 殺豬可能不犯法 殺雞也不犯法 但殺狗也真是犯法 你不要 所以 求求其其說 殺豬殺狗 當人是狗 殺狗是犯法 我們 不能殺狗 當然不能吃狗 殺人當然是犯法 戴耀廷在 Facebook 回應 他說 說到 雖然尊重言論自由 但竟然公開說要殺人 相信已經超越了言論自由 他的底線 警方律政司特首會不會有所行動呢 就問了這個問題 記者當然就問政府 負責檢控的 不過就跳了一步 負責檢控而已 不是負責調查 負責檢控的 這個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 就問他 殺無赦 他說這樣 搞港獨不殺 做什麼 袁國強就說 不評論個別的事件 但言行是否構成罪行 不能單憑個別的字句做判斷 個別的言行是否構成刑事罪行 要整體看 考慮背景 要視乎當時用字的意思 不能單憑一兩個字法庭譯會 參考整個背景作結論 法庭 為什麼這麼快跳到法庭 他又說 是不是有需要按進一步行動呢 他會按照法庭所用的原則處理 如果有任何人認為要跟進的話 要一貫程序去做 重新港獨不符合本港憲法和法律 看不到鼓吹港獨 對香港有什麼好處 是最招其他問題 又更有見之性 法庭 首先香港的法律 如果你說 刑事罪行 或者刑事恐嚇 你說完之後有沒有刑事恐嚇的成份 警方 有條例的嘛 有本書的嘛 是不是 警方是否執法 OK 執法 去調查 然後執法 很粗淺的 然後搜證 覺得 有機會成案 抓這個人回來 問口供 原來覺得有機會他也進入 禁求律政司的意見 告他 然後律政司覺得 可以告了 告他之後就上庭了 他慘了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不是 未必得 未必能夠成罪 沒得談 所以人家問你 你說大番的話 什麼法庭 要看法庭 參謀整個背景 都未去到法庭 都未去到法官 說什麼 我們今天訪問了一個律師 叫王學鳴 我覺得 我認為這位 這個事務律師 比這位資深大律師 袁國強 我覺得他的法律措藝 比他好 他講法很簡單 他講法就是 當一個人 在台上 說回這個話 殺 禍應是無捨 然後就說他搞港獨 顛覆國家 令到這個 十三億人 七百萬香港市民 都付出龐大的代價 不殺他做什麼 在我冷靜的時候 說這番話 然後殺豬殺狗 無論他是熱情高漲 情緒高漲 或者冷靜的時候 都說這番話的時候 是不恰可 不恰可 不恰可 因為你說殺字 是令到人很不安的 但問題是構成刑事恐嚇 兩體 河康明說 因為他沒有指具體哪個人 說搞港獨 究竟誰搞港獨 因為 你不是具體 講到一個人的話 那個人 例如他自己 自認自己搞港獨 去到警方 說 我很害怕 他說殺我 警方會問他沒有說殺你 所以未必有足夠的證據 是可以告得他入 袁國強如果這樣 這樣說 我也是合理一點 說什麼不可以 看什麼字眼 什麼個別的字 一個字 要視乎容易 用意乎容易 就殺無射 說完了 是吧 所以我覺得 袁國強說這些說話 我覺得比一位 兆武律師 當然 我不會覺得 資深大律師一定是厲害的 在法律錯誤 起碼他應對方面 因為他自己的政治包袱很大 你看得到他完全是 雙重的標準 人家說少少什麼港獨 支持港獨 沒有支持港獨 香港獨立 就已經說什麼 你煽動鼓吹 如果你執著字眼 香港獨立沒有說煽動和鼓吹 沒有說推動 沒有說贊成 也沒有說反對 為什麼你說是鼓吹 如果執著字眼 好像袁國強那樣執著字眼的話 我都可以這樣辯解 不過 何君堯這番說話 是不是完全沒有問題呢 未必 因為 律師會 也曾經做過一些聆訊 有關於一個律師 他的言論行為 是足以影響到這個行業的形象 構成負面的影響 律師會 是會作出這個紀律的 調查 然後紀律的聆訊 你說一個律師 在公開場下 對著4000人 4000人 4000人 然後 電視賣 不停地露營 露營 說 殺 無射 殺豬殺狗 然後說這些人 不殺他 為甚麼不殺他 說這些東西 不殺他做甚麼 你很難辯解的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否律師會是有責任 對這件事 作出一些 調查 然後言訊 是不是 他這番言行 是影響到 律師的 形象呢 帶來負面的影響呢 當然 就是律師會會不會主動調查 當然就是律師會自己的做法 就是他看完那個 這個電視的報導的時候 電台的報導 報紙的報導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律師 你認為這番言論 是足以影響到律師的形象 那你是不是有責任 向律師會 作出舉報 或者作出投訴 要求 律師會 研究 或者聆訊 你是不是責任這樣做呢 我就覺得 有啊 如果不是你做律師來做甚麼呢 律師原來經常說打打殺殺 不行的嘛 律師對於不同意見的人 就要殺無射的 不行的嘛 如果是這樣 閣下 身為法律教人士 你是不是責任無旁態做呢 大律師公會做了 有一位 建制律師 我們叫做粗口大狀 在立法會那裏罵長毛 用英文粗口 還辱華 大律師公會呢 作出幾率言訊 也有個結果 好像要警告他 所以 是不是 大家想想 各位法律解決朋友 你是不是責無旁態 責無旁態不是針對一個人 我認為不是針對何君堯 最重要的是 因為有一個律師 你們的同行 在公開場合做這樣的事 為免 別人誤會 原來香港的律師 這樣的 對於不同的意見 就要殺無射的 所以我覺得 是需要 議政事庭 希望律師會 作出一個 研究 調查 然後聆訊 還律師 還港大的律師 一個公道 你覺得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意外的方法 進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定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支持我的 還有如果你說要入 去我的戶口那裏 你的戶口號碼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把這個滑線支票 寫我的名字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都可以 在這裏我很衷心地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